在过去两年多的新冠防空中发现 新冠病毒可能通过这个误传染的方式 这个进行传播 但这样一个传播方式的话呢 它在疫情扩散当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通过洗手可以简单有效的切断这些传播途径 那么保持守卫生是我们减少新冠肺炎风险的有效方法 呼吸道传染病啊 主要是通过近距离的飞沫传播 也可以呢通过接触方式传播 所以在新冠的防控当中 我们把保持守卫生作为新冠防控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防护措施 予以强调